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康華Helen 我是懷疑上府540 我們倆又在這裡相會 沒錯 有見面 你為何待會走到少慶不告訴我 上次帶你看了江海曼達 這次就想你帶我參觀一下 我們少慶新開張的曼達 今天邀請了540來到少慶曼達這邊 前幾天是江海曼達你主場 今天是我主場 是 我主場 見識一下吧 今天我們又和540來到少慶的鼎湖曼達 這是剛才12月23日聖大開業的曼達廣場 感受一下它的紅位 是啊 其實它的位置好像不錯 因為我看到周邊有很多住宅區 已經是建成的 我想了解一下它的入住大概是幾成的 540是做地產的 那種敏感性是有的 第一時間不是進去商場看看裡面的業態是怎樣的 而是看看周圍的小區的人氣方面 實際上是OK的 我們在這裡就是我們的三號門 天條正過去那邊就是我們的貴城區域 這一邊的話就是基本上的入住率是超高的 我現在在這裡看看那裡的高層住宅 基本上都已經是入住了 是 這一邊的這些就在這裡剛剛 是升起的 是升起了的 包括是後面這幾棟都是的 這個是新起的一個住宅 這些是暫時是代收入入貨的 是代入貨的 當然我們前一號門那裡也會有很多高層住宅 那邊的住宅入貨都已經去到四五城了 都去到四五城 其實周邊的話同樣都是有人的 有的 我們兆慶的曼達就位於兆慶頂湖區的一個中心位置 走着了端州和兆慶新區 所以它的位置是非常之正宗的 OK 明白 還有來到兆慶第一感覺的話 就是周圍看到有 基本上無論哪個位置都會看到有山景 山景 所以我們這邊兆慶是一個旅遊城市的名副 風氣好 生活環境是OK的 然後這裡的人都非常之幸福 是嗎 看你的笑容就知道了 還有我之前去過那個 那邊是屬於哪裏 敏捷城那裏 那邊我走過一下 當時是晚上的時間 但是人感覺上好像沒有我們 現在在外圍看到這麼多 可能那個時間段不是這麼對 其實端州的話 相對是比較成熟的區域 成區的人口會比較多 但是曼達開了的話 我們在鼎湖區域的業主 居民就不需要去端州了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現時我們這裏的 市民一個人流都是不差的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應該是上班時間的 這個工作有兩點多鐘是其實都是很多人的 是 OK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有什麼地方 你看看裡面的分佈業態 其實曼達的話 它每一個商業的地面 每一個曼達的話 它裡面的業態都差不多 因為我們其實都清楚 它曼達的商業都是統一的 而且曼達的商家基本上都是戰略的 所以我們不管是江海曼達也好 或者你現在來到少慶鼎湖曼達 你會看到第一次都會有星巴巴 沒錯 這次是蜘蛛單 就是跟著來的 是的 一樓都是以大型的商品 金袍 金袍手飾 還有一些知名品牌服裝為主 還有一些精品類型的 這裏的二樓是有小朋友玩的東西 然後這裏的三樓是我們的餐飲為主 其實我們一進來的感覺的話 其實可能我們這個門的位置 還有它這邊的門可能會分佈多一點 相對來說的話 感覺一進去的時候 就覺得江海曼達好像稍微會和一點 不過當然它開業的時間都有關 因為我們本身是7月開業 那是越來越多人的這個人流 第一個可能跟開業的時候有些關係 第二個也是其實江海區的人口 常住人口是會比我們鼎湖區域的常住人口 是會多一點的 這個也是事實來的 江海區的常住人口是去到三十多萬 沒錯 我們這邊的兆慶的頂湖這邊的常住人口 是二十多萬的人口 但是這裏也有一個優勢 人口輸了 不過我們這邊就是唯一的第一個大型的購物店 其實好像江門現在的規劃的話 當然萬達的位置是比較中心一點 就會引進高新區和刺責區的商業人口 當然它在小區樓下都會有部分的底箱 因為就會更加便宜 說到底箱方面 其實潮興的萬達每一棟的住宅樓下 或者是我們的公主下邊 公寓下邊都會有底箱 其實都會有 租金會上升 包括房價也會上升 還有它的商業也會越來越完善 它的人口聚集也會越來越多 沒錯 因為其實我了解 因為之前我們香港是有這個值達來到小慶 所以就有很多香港的朋友 就會選擇小慶 不過當然它也是一個適合旅遊 一個空氣都OK的一個城市 可能就因為疫情期間 跟我們入住的一個人口 都會有些少許關係 其實來說 這一邊的人口都不會說會差 因為兆慶新區這邊是剛剛開始 前幾年 即是三年前才規學回來 目前現在大多數都會是收樓 和待收樓的狀態 入房的話 我想未來兩三年之後 這一邊的人口是會快速增長的 加上這裏也會有一個新區的茶科產業園 這邊也已經是引進了很多產業 到時候的人口也會增加這邊的人口 其實看來我們江海曼達的選子 和司令曼達的選子 都是考慮到人口產業的一個因素 對 所以上來講 我們選擇曼達做曼達業主的前提下 其實就不需要擔心人流 可以這樣說 其實這個和江海曼達都差不多 我們都一樣兩個中庭 對 沒錯 都會有兩個中庭 然後有電影院 我們的石油頂樓就是我們的電影院 也有我們的餐飲業 也有小朋友玩的動感樂園 也有大玩家 對 沒錯 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 像紹興那樣 可能是一個更休閒的城市 其實它的夜生活是怎樣的呢 夜生活就有夜生活 夜生活的現在總體來說 我們這邊有一個對比點 就是紹興這個曼達 暫時沒有24小時營業 我喜歡江海曼達有24小時營業 不過也了解到少興這邊是有金街在售的 沒錯 少興的曼達廣場是賣金街 金街商店 基本上每一個商業都是賣金街的 雖然商場裡沒有24小時 但我們這邊的夜生活都不差 我們可以去車城 可以去岩前 這些都是很聚集人氣 而且是很貼地的消費 OK 那我們就去看看我們現在在售的 這邊的情況又如何 好嗎 好的 其實我們都很簡單 我們從3號門入 2號門出 對 相對來說感覺好像江海曼達會長一點 那段路 看一邊走 就是我們繞了一個小路 實際上如果我們繞那邊的1號門 都是比較好 OK 我看兩個看的差不多 差不多 對 那就OK 順便我們出去了 這裡出去了 也是我們的金街 另一個出口 旁邊就是我們的金街 在售的也是金街裡面的商店 除了之外 也會有一些住宅下面的底箱 也有的 我們走 今天也是一個好日子 太陽光紅照 是的 2號門出來之後 這裡其實都是金街的商店 這一座的金街商店是雙門面的 這個門面可以連接商場這邊 雖然會有一個出口 可以連接把人樓引回去 其實跟江海曼達的設定一樣 對 其實它一樣 江海曼達那邊前面也是公寓 沒錯 我們金街隔離也是公寓 沒錯 沒錯 不過它有一個不同 就是它有些鋪位 就是在公寓樓下 是的 也在公寓樓下 也會有在住宅樓下 也會有在商業體隔離的金街 也有 這邊的產品會比較豐富 對 我看到應該除了這邊之外 我們住宅區的話 後面還有幾個區域 沒錯 那鋪位會有很多 其實都賣得差不多 都賣得差不多 剩下的貨量都不是很多 雖然是有 不過貨量的確剩下就不多 是 因為考慮的話 因為投資 如果它種類太多 或者到時商家選擇太多 就擔心我們的業主投資 其實它也一樣 江海曼達有那個 不反租的 帶租約出售 沒錯 那這邊也有部分是帶租約出售的 所以已經開始了招商 對 對 沙樓時間江海曼達會快些 明白 是今年年中江海曼達 兆興的曼達是今年年底 其實都差不多 這裏就是商業和住宅分開 直到後面的高層住宅那邊 這個區域我們看過去的高層住宅那裏 那些入伙率都比較高 那邊應該是屬於開發得比較早 對 那裏會比較早 那裏會有市場 有幼兒園之類的 還有還有學校 所以那裏有一區域的入住 都會比較高 所以他們到時候都不需要再去到 端收消費 直接會在這裏 我看現在走的話 外圍的車都非常多 對 外圍的車都非常多 而這些基本上都是本地市民 會過來消費的 對 我們在銷售中心叫銷售幫你擦一擦衣盤 好啊 因為對兆興這邊也是太熟 需要地頭帶 地板帶 不要緊 我找個帥仔消費給你 哈哈 等你養一下眼 哈哈 五四零 帥仔的介紹 幫你叫了 是 叫我介紹一下葉哥好嗎 大家好 我是這邊曼達的銷售置業 很高興和大家介紹一下我們曼達廣場 這邊的一個情況 是 五四零就是剛剛第一次來小慶 是 五四零你看看有什麼問題 就和葉哥請教一下 葉哥和你簡單 又詳細 簡單而且準確地介紹一下 我首先肯定是我們曼達這個位置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中心 我想看看周邊的一個交通樓樓 OK 其實現在在韶慶這邊 目前多了一個交通的情況 是比較方便的 主要是一條乘軌 三條高鐵 七條高速 包括三橫式中的配套 另外我們目前曼達廣場未來 會新增12條公交車線 會落到在曼達周邊分佈 去回端州 去回新區也是非常方便的 首先講講我們另外兩項目 最近的一個鼎湖山站 就是乘軌站 這個站段主要可以往廣州的火車站 一個小時就可以到達了 另外 韶慶東站 是屬於我們韶慶市的一個交通樓樓站 無論乘軌和高鐵都會經過 另外 直達香港西九龍那條線 目前現在暫時未通關 到時通關 到香港西九龍 都只需一個小時五十分鐘左右 也可以到達 其實未來去回珠三角地帶 也是非常方便的 以市內的路段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有兩條處岸道 一條是星湖大道 另外一條是我們的鼎湖大道 包括我們現在剛剛開的一條規劃路 這三條道路 我們是叫三橫 七縱是每條縱線都可以共通到曼達廣場 這個位置 整體來說 交通便利是非常方便很多 都了解到 其實我們這個曼達 是我們屬於鼎湖的唯一一個商業體系 沒錯 在十二月二十 即中旬開業了 其實它一個人流方面是怎樣 目前來說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有時間可以拍一拍我們的 不好意思 看看我們的現場 包括我們現在曼達廣場 從上個月 即是我們上一年 我們的十二月二十三日開業 沒錯 開業之後到現在 其實是整合我們整個鼎湖 和韶應新區的一個人流匯 裏面去購物 畢竟如果去端州的情況下 大概二十分鐘的車程 但是如果來曼達 僅需要十幾分鐘 就可以到達我們曼達廣場 其實是更加便利我們這邊的人群 包括端州人群來我們鼎湖 都是十分鐘而已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其實是以旅遊業為主 那有沒有統計過 好像我們少慶來到少慶每年 或者是按照一個季度來統計的話 人口去到多少呢 其實我們現在外地人口的一個旅遊人次 隨著疫情不能去外國 或者去其他地方 國內的旅遊逐自然增加 而少慶這個地方 我們每年的一個 就我們周邊的情況下 大概有三千萬的一個世界旅遊客 而且我們北面就臨住頂湖山的旅遊景點 南邊又近至西港 包括我們曼達入住 在這邊叫做曼達的國家度假區 未來就有十二個配套會落住 在我們頂湖區這邊 吸冷一些更加多外地人 會來這邊去居住 遊玩 包括我們曼達提供的就業崗位都比較多 是 那可不可以說一下 接下來會有什麼產業發展呢 OK 那其實整個韶興呢 就主打三大產業的 第一個呢就是我們的一個 折冷環保 第二個是我們的先鎮裝備製造 第三呢就是我們一個生物製藥 而我們頂湖區呢屬於一個負離子陷量比較高 最適合做就是以一個生物製藥為準的 那包括我們頂湖區曼達這邊 就處於旅遊城市 就是我們旅遊區域就以曼達為準的了 是 整個區域我們 是曼達旅遊 是 佔地就比較大的 那而且呢 這十二大配套裡面 包含有一個曼達的滑雪場 亞洲第一大的滑雪場 由生體滑坡下來長度一公里 那也都有1.8公里的一個特色小准 和我們一個水上樂園 這個水上樂園 類似廣州長龍的一個水洋世界 更加吸引一些外地的人群來這邊遊玩 除此之外還有我們的演藝中心 8公里的景觀水系 和我們的一個六道旗行等等 比較多的一個人士 其實就是可能吸引的話 都是以一個旅遊的人 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們 也不是說 尚住人口的一個數據大概去哪裡呢 嗯 隨著我們現在尚住人口的一個變化 從早幾年的 10萬左右 到現在 20多萬的 隨著慢慢增長 就是 主要是靠曼達的一個情況 拉動我們周邊的人群 會這邊聚集 畢竟雙圈為旺 有雙圈的 提供了我們的生活便利 這邊的位置 現在好像周邊七租的情況 兩方都可以做千多元到兩千多元 嗯 所以他們人群的需求量是比較大的 嗯 好明白 我聽到我們萬達的話 其實在售的話 都是我們的金街 是的 沒錯 可以解釋一下嗎 這邊請 嗯 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了解過我們萬達廣場 是 我們現在所在的銷售中心在這邊 嗯 目前我們現在萬達最受的就是這條香港的儲遞特色街 是 那未來呢 也都會有一些特色的文化 會融入我們這條街區的了 是 包括已經是已知引進了的一個大的茶樓 就是這邊的一樓 將近七、八個坊 就用來做港式茶樓 是我們現在本地品牌比較熟知的 紫日麗的升級版 叫做麗樂軒 是的 那包括我們現在目前正在賣的舖位 也是近住S7 我們近住我們的酒樓附近的 嗯 那這邊街鋪呢 目前總價都是五六十萬左右 啊 其實如果你拿出來租 一樓 是一樓的一樓部位 是的 而且你拿出來租率的話 我們按照回報率來說 大概都可以去到五到八個點 其實非常之有不錯的考慮 是 我看到上面的話 就會比較多是做我們的兒童教育類的 那好像我們這邊叫做慶南街 是沒錯 慶南街的話 其實它一樓的話 它是會主打餐飲還是怎樣呢 嗯 其實我們微類規劃呢 有可能會做一些 餐飲類 小食類 還有一些美容 還有一些服裝類型的 OK 那其實可能有很多朋友會覺得 這邊的話就會靠近商場 這樣就可以相連 那其實這邊的話 主力又是做什麼辦法呢 其實我們每一個業態呢 它的分佈也都比較均勻 就是我們打個例如 這個商場我們叫一個大型商家 帶同一條街 如果這個位置適合做一些餐飲的情況下 我們都會將一些比較精緻的 比較特色的一個小食或者餐飲 都會引進這邊 會帶動這條街的一個人流 就是不會說單止這個位置 只要靠商場會黃一點 這邊靠南街就不黃 不是這樣說的 主要是以一個我們的商家為定 其實小型的人是很喜歡吃東西的 是的 我馬上告訴你 其實我們平時中餐 在這邊就很少自己煮 我們工作餐 都是在外面去餐廳吃工作餐的 還有健康就喝茶的 但是我告訴你 去到那些餐廳 其實很多家庭是中餐都在外面消費的 所以小型的人是很喜歡吃東西的 沒錯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整個萬達金街的體量不算太大 而且總長度只得三百多米 可以說我們一個特別是女性 逛街的話是三百米絕對逛逛 而且滿足到我們所有人群的好奇心 因為我要知道這條街有什麼類型的商店 有什麼類型的飲食 我們這邊可以隨時打卡 每一個星期你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打卡 甚至我們現在S7這個位置 微雷現在有些商街已經在插淡不近 當然如果有興趣可以先有什麼不明白的 可以在我們那個平林區 或者找到我們經紀人一一了解 沒錯 當然這邊的話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主推的一個商店 就是我們小區樓下 二期小區樓下的 主要是賣30到70方左右的一個面積 目前那邊的店舖位 性價比比較高 目前我們現在主售的價錢 不算太貴 主要是40萬到50萬不等 當然有些特價店舖位 都是30多萬而已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選擇那邊 那邊的回報率是多少 那邊的話大概普遍到六個點左右 其實這次過來就想幫我們香港的朋友 更詳細地了解 那好像我們金街或者是底商的一個招商 其實是由哪裏負責的呢 其實我們現在招商團隊 因為我們問題有一個特定的專修團隊 這個團隊是以一個有商家形式 因為我們有一次服務式招商的 當然不是說一定是幫你租到的 因為我們是有商家有需求 還有我們到時準備開業 我們會有一個大型的招商會 是呀 忘記問我們的交流時間 以及金街開業時間 我們金街的收報時間 去到今年的六月份 而我們住宅底商 就去到今年的年底 即是11月份 首月底 明白 其實如果是六月交流的話 其實大概是說 因為現在是部分商店 引進了商家 其他的話 是不是都處於陸續招商期間 陸續招商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是 我們做疑似分流 因為我們將萬達廣場的一個人流 讓我們周邊的人群 熟知了萬達廣場這個地方 後來呢 我們在金街最開業的情況下 將第二波人流 聚用到我們這邊金街 起碼就知道 人群不是全部往商量走 是以金街為走 那是不是我們的業主 買了之後 真的交給你們的招商中心 類似招館類這樣 是 都可以類似這樣的類型 當然 我們目前的話 準備在過元年之後 有一個大型的招商會 都會去印象一些商交 來到我們這邊的一個金街 OK 其實都是萬達招商的話 這個我們就不用擔心太多了 OK 其實大概都了解 因為都會比較 萬達的招商 或者是萬達廣場的金街 就是一個設計 其實都會在每個地方都會比較類似 沒有錯 因為全國各地這麼多的萬達廣場 其實每一個萬達廣場都有它的特性 而我們紹興這個萬達廣場 是在廣東項目來講 是比較重視的 因為包括它有這麼多 投資這麼多錢 搞這麼多項目 就是引進我們叫做 珠三角地帶 比較大型的一個度假區 OK 明白了 謝謝葉哥 沒事沒事 然後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評論區留言 我們就坐一坐 謝謝葉哥 沒事 剛才葉哥很詳細地介紹了我們整個 小慶頂湖萬達 不如我們總結一下兩個 總結一下好不好 對比你 看看你在江海萬達比較熟悉 在江海萬達再來我們 有什麼感受 其實小慶頂湖萬達 剛開月沒多久 其實人流也是有的 周邊的空氣 或者住宅區 其實都是現有的 還有未來也會有入住的 主要是看回江海萬達那邊 可能相對來說 我覺得那邊 可能因為我們剛才走得捷徑 所以覺得那邊的位置可能會大一點 沒錯 而且它外面的外廣場 好像位置會多一點 主要的話就是那邊 如果是說產業方面 產業方面的話 因為國家高新區已經是落成的 肖慶都會有這個規劃 還有現有和未來的一個選擇 第二個的話就是 其實最主要的是那邊的商鋪 金街那邊是大有租約的 我們的客戶如果是選擇了的話 不用說有太多的一個憂慮 或者是一個厚續的一個擔心上面的一個方面 實際上來說 其實萬達都整體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說的萬達是剛剛上個月開業的 人流方面來說 我覺得一個星期商場來說 都差不多是一個工作日的情況 因為剛剛過完一個大節 沒錯 有一個上下的人是OK的 總的人口數會有一點差異 大概會有10萬人左右的一個差別 實際上來說 慢慢就可以這樣來說 另外的話 你說它的產業方面 高新區 是的 高新區 還有一個金融區 是 那兆慶的這一邊的話 它這裏 在我們的新區已經落成了 已經是推行當中的了 OK 都已經是有整個 在這裏 和這裏的交通 亦都相對分 會比較成熟 是的 還有便利很多 所以我們投資是商鋪來的 商鋪主要是看人氣的 沒錯 看人氣的 所以的話 另外一件事就是 江門江海的萬達 人氣會活足一點 這個也是事實 但我相信兆慶的話 到我們收樓的時候 也是一樣 人氣溫足 因為其實灣區的發展 都是比較快的 另外就是 帶租業方面的事情 當然 都是萬達的產業 都是萬達的團隊 隨著他們的收樓時間 交標時間 開業時間 越來越近的話 這方面 亦都會越來越多 沒錯 亦都會越來越 商家匯率越多 但我們都是投資的話 同一筆錢 投資的話 就想快一點 有收益 就是這樣 我覺得兩個萬達都差不多 各有各的優勢 沒錯 然後的前提是 收樓時間差不多 價格又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匯報率 江海萬達是會高一點的 我們看回整體的匯報率 會高快一點 因為江門 其實沒有商鋪 好像我們一些 住宅的租金 其實都是可以的 整體來說 交給觀眾朋友 自己去考慮 著重考慮一下 因為有些業主 在這邊買了住宅 順便退休 是 有上多一份收入金 收了 都沒問題的 如果對肖慶物特有興趣 都可以找到我們 可樂地產 或者華人員上判 剛才萬達1月 對 剛才萬達1月 所以我們在星期六 1月8日下午2時 都準備了一場直播 益街坊優惠送給大家 記得關注我們 HORROR地產和環宇相本 1月8日下午2時 我們在我們的頻道等待大家 我們這期就分享到這裡 好 帶你逛逛逛逛 我們8日下午2時再見 拜拜